附录 舒本华著作及《生平大世纪》 1788年出生 2月22日 阿图尔舒本华出生在德意志 但泽一个大商人家里 但泽如今的波兰格旦斯克 父亲叫海因里希·弗洛里斯·舒本华 母亲叫约翰娜·亨利埃特 娘家姓特洛西娜 3月3日 舒本华受洗礼于圣玛利亚教堂 舒本华和他的母亲一起迁居奥里瓦庄园 舒本华在那儿度过了童年 1789年 舒本华一岁 舒本华的外祖父 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洛西娜 住进斯图特庄园 7月14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抵御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 1793年 5岁 1月21日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 普鲁士 奥地利 奥地利 英国 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萨丁和纳布列颠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 波兰被第二次挂分 但泽 波森等被划归普鲁士 在但泽被占领前不久 舒本华一家离开了该市 迁往汉堡 租进了旧城新街七十六号 12月23日 舒本华的祖父 安德利亚斯 舒本华去世 1794年 6岁 3月至4月 舒本华的叔叔 约翰 费里德里希 舒本华 在担则去世 1796年 8岁 舒本华一家搬到汉堡 星万德拉姆街92号 拿破仑进军意大利 1797年 9岁 舒本华的外祖父 克里斯蒂安 海因里希 特罗西娜去世 6月12日 舒本华的妹妹 路易斯 阿德莱特 拉维尼亚诞生 7月 舒本华和父亲 一起去巴黎和拉尔福尔 他在格雷格勒 德布雷西曼家住了两年 和德布雷西曼的儿子 安提姆交上了朋友 并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 1799年 11岁 春季 舒本华的朋友 格德费里特 雅尼诗 死于汉堡 8月 舒本华因法国的政治形势 经海陆回到汉堡 后进龙格博士办的私立学校学习 直到1813年 其间 他和商人的儿子 沙里士 格特费劳伊 酒店的儿子 格尔格 克里斯蒂安 洛伦兹麦尔 成为了朋友 1800年 12岁 舒本华一家 去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旅行 并在魏玛 会见了席勒 在柏林 会见了伊弗兰德 10月17日 返回汉堡 1802年 14岁 舒本华阅读 让巴底斯特 罗范德 高乌雷的 福布拉奇式的 爱情冒险 1803年 15岁 舒本华根据父亲的意愿 决定不上文科学校学习 决定将来不当学者 他计划了一次长途旅行 周游了荷兰 英国 法国 和奥地利 并开始学习经商 5月3日 舒本华 踏上旅途 6月30日 至9月20日 舒本华 在温布尔登的住宿学校 学英语 1804年 16岁 6月19日 舒本华一家 在奥地利不劳恼 8月25日 结束在国外的旅行 9月 舒本华在弹泽住了三个月 在巨商雅各布 卡布隆处学习 卡布隆后来创办了商业学院 1805年17岁 爆发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 年初 舒本华在汉堡大商人 马丁约翰 耶尼诗那儿学习 还听了龙格博士的神学演讲 4月20日 舒本华的父亲去世 8月 约翰纳舒本华 将新万德拉姆街的房子出卖 全家迁往 科尔霍夫街 87号 1806年 18岁 爆发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 5月 约翰纳舒本华在卫马 舒本华青年时代的朋友 安迪墨到汉堡学习经商 9月21日 约翰纳舒本华带着阿德勒 最终迁居卫马 约翰纳舒本华与哥德较好 1807年 19岁 5月底 舒本华离开汉堡 竟为马去戈塔 并和卡尔 路德维希 费尔脑 交上了朋友 6月 舒本华开始在 戈塔文科中学 跟费里德里希 雅各布兄弟学习 并在卡尔 格特霍德 格特霍德 林兹教授 家里 12月 一首 嘲笑克里斯蒂安 费蒂安德 舒尔策的讽刺诗 使舒本华极为不满 他离开文科中学 迁居卫马 后和 作家 约翰内斯 丹尼尔 法尔克 剧作家 扎哈里亚斯 维尔纳相识 1808年 20岁 9月 舒本华和 丹尼尔 法尔克 亲见了 沙皇亚历山大 和拿破仑 在 阿尔富特的会见 1809年 21岁 2月3日 舒本华和 卡罗林 耶格曼 同时在 魏马 参加一次 假面舞会 2月22日 舒本华成年 10月7日 舒本华去 戈亭根 并于 10月9日 开始 在那儿学医 和后来任 普鲁士 驻梵蒂冈 驻伦敦 大使 克里斯蒂安 卡尔 约西亚斯 冯邦森 以及 威廉亚姆 巴克豪泽 阿斯泰尔 结识 舒本华的 哲学老师 是 费里德里西 伯特韦克 和 格特洛布 恩斯特 舒尔策 在舒尔策的指导下 他研读了 柏拉图和康德的著作 同年 柏林大学开办 1810年 1810年 22岁 约翰纳 舒本华 著的 C.L. 废脑传 出版 1811年 23岁 复活节 舒本华 和 克里斯蒂安 邦森 在威马 9月 舒本华 开始在 柏林大学 学习两年 约翰 格特利特 费西特 在大学 执教 舒本华 研究 费西特 哲学 并和 动物学 教授 马丁 海因里西 利西腾 施太因 结下友谊 1812年 24岁 夏季 学期 舒本华 和德国哲学家 神学家 费里德里西 恩施特 丹尼尔 施莱马赫尔 发生争论 后舒本华 经魏马 和德雷斯顿 去 坦普利兹 旅行 1813年 25岁 5月2日 旅策 和 格罗斯 格森 战役时 舒本华 逃出 柏林 5月22日 舒本华 在 德雷斯顿 6月 舒本华 在魏马 撰写 博士论文 论充足理由率的 四重根 11月5日 舒本华 回到魏马 他母亲家里 11月底 哥德 赞赏 舒本华的成就 他们进行了 长谈 专门讨论了 哥德的 颜色理论 1814年 26岁 4月 舒本华 和他母亲的争吵 达到了顶点 4月30日 哥廷根 学报 发表了 对舒本华 哲学著作的 第一篇评论 5月 舒本华 和他的母亲 彻底决裂 离开魏马 后在 德雷斯顿 住了4年 和 梵神论者 卡尔 克里斯蒂安 费里德利西 克劳泽 画家 路德维希 西吉斯蒙德 卢尔 作家 赫尔曼 冯 皮克勒 穆斯考 费迪南德 福贺尔 冯 彼登 费尔特 相识 1815年 27岁 舒本华 撰写 论 视觉 和 颜色 1816年 印制 1816年 28岁 舒本华 住在 德雷斯顿 郊区的 奥斯特拉 大街 1818年 30岁 3月 舒本华完成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初稿 8月 舒本华 为他的主要著作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撰写前言 秋季 舒本华 去意大利旅行 10至11月 舒本华 在维尼斯 12月 舒本华 在弗洛伦萨 1919年 31岁 年初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由FA 布洛克豪斯 出版 1至2月 舒本华 在罗马 2至4月 舒本华 去陪宠 等地旅行 3月 舒本华 从罗马 经意大利 北部 回到瑞士 8月25日 舒本华 重返德雷斯顿 但则 亚伯拉罕 路德维希 穆尔商号 倒闭 舒本华 因而发生 财政危机 10月 维也纳 文学年鉴 和 魏马 文学周刊 发表了 第一批 对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的 否定性的评论 12月31日 舒本华 申请 在柏林大学 当哲学讲师 1820年 32岁 舒本华和黑格尔 发生了争执 舒本华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讲座 整个哲学 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 和人的精神的学说 失败 1822年 34岁 5月27日 舒本华 经瑞士 去米兰 和佛罗伦萨旅行 1823年 35岁 5月3日 舒本华 在特里恩特 后经 慕尼黑返回 7月5日 约翰纳 舒本华 剥夺了 舒本华的继承权 1824年 36岁 5月26日 至6月19日 舒本华 在 加什泰 阴语厂 治病 9月 舒本华 在德雷斯顿 1826年 38岁 夏季 舒本华 最后尝试举行讲座 1829年 41岁 舒本华 翻译西班牙哲学家 巴尔塔扎尔 根拉西恩的 《楚诗寓言》 出版商 布洛克豪斯 拒绝接受出版 1831年 43岁 8月25日 舒本华 因惧怕祸乱病 而离开柏林 年底 舒本华 在法兰克福 1832年 44岁 7月初 舒本华 在曼海姆 1833年 45岁 7月6日 舒本华 定居在 美因河畔 法兰克福 在那 度过了 他余生的 28年 1835年 47岁 舒本华 撰写 自然界中的意志 1837年 49岁 舒本华 撰写 至建立 歌德纪念碑委员会议文 1838年 50岁 4月17日 约翰纳 舒本华 去世 1839年 51岁 舒本华 撰写 征文 论意志的自由 1840年 52岁 舒本华 撰写 征文 论 道德 的基础 1841年 53岁 博士 尤里乌斯 费劳恩什 塔特 成为了 阿图尔 舒本华 的学生 伦理学的 两个基本问题 出版 收录了 论意志的自由 和论 道德 的基础 1842年 54岁 阿德勒 舒本华 看望他的哥哥 1843年 55岁 3月1日 舒本华 迁往法兰克福 好希望街 17号 6月7日 德国诗人 弗里德利西 荷尔德林去世 弗里德利西 多尔古特 发表 《违心主义》的 错误根源一书 舒本华的学说 在这部著作中 得到了承认 1844年 56岁 F.A. 布洛克豪斯 出版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第二版 10月15日 尼采诞生 1845年 57岁 多尔古特 撰写 舒本华 及其真理 1847年 59岁 舒本华的 博士论文 论充足理由率的 四重根 再版 1849年 61岁 3月28日 德意志帝国宪法 在法兰克福 被通过 8月25日 阿德勒 舒本华去世 1851年 63岁 11月 傅禄 和 补仪 在柏林 由A.W.海音 出版 此书 使书本华 声名远扬 其中 人生的智慧 和 劝诫 与格言 两部分 更是得到了 诸如 托马斯曼 托尔斯泰等人的 大力推崇 1854年 66岁 自然界中的 一纸 第二版出版 弗劳恩斯丹特 撰写 论舒本华 哲学的书信 1857年 69岁 5月4日 弗里德里西 黑贝尔 和威廉 约尔丹 到法兰克福 访问 波兰大学 讲授 舒本华的哲学 10月初 克里斯蒂安 卡尔 约西亚斯 逢 本森 访问舒本华 1858年 70岁 2月22日 舒本华 七十寿臣 舒本华 拒绝担任 柏林皇家 科学院院士 德 桑克蒂斯 撰写 舒本华 和利奥波特 1859年 71岁 作为 《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 第三版出版 7月 舒本华 签进好希望街 16号 10月 伊丽莎白奈 完成了 舒本华的雕像 1860年 72岁 8月 舒本华 突然窒息 9月9日 舒本华 得肺炎 9月21日 舒本华 去世 9月26日 葬于 法兰克福市 公墓 作者小传 阿托 舒本华 出生于 德国担泽 双鱼座 父亲 是一位富商 性格 易怒 忧郁 好因 溺水去世 母亲是作家 与 戈德 格林兄弟等 文坛名家熟识 21岁 到戈亭根大学 攻读医学 23岁 气一从文 进入 柏林大学学习 30岁 他的 旷世杰作 作为意志 和表象的世界出版 反响平平 对此 舒本华 一场的悲伤 他说道 如果不是我配不上 这个时代 那就是这个时代 配不上我 63岁 他的封笔之作 《复录和补夷》出版 那么 咱们的这本书 《人生的智慧》 就是取自 这部著作 因为这部作品 声名雀起 曾继承父亲的遗产 舒本华一生 过着 隐顿的生活 1809年初 21岁的舒本华 对歌剧女演员 卡罗琳娜 雅各曼 一见钟情 然而女神 却另有所爱 舒本华情路坎坷 终身未婚 晚年陪伴他的 只有一条叫 世界灵魂的卷毛狗 72岁 舒本华 因为肺炎死在餐桌上 他的临终遗言是 希望爱好哲学的人 能够客观独立的理解他的哲学 舒本华死后 他的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 尼采是舒本华哲学的继承者 他说 我一翻开他的书 好像马上长出了一段翅膀 一辙简介 沐云 沐云 湖南人 毕业于济南大学 深入研究舒本华著作和国内外学术论文 历史一年主义全新完整一本 人生的智慧 如何才能幸福度过一生 林求氏 四川人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曾主持国际重要教育会议的翻译工作 2006年 曾